美食博主背景离乡去打工 阿倩过得不轻松 天天想着掉馅饼 说实话这种美梦 什么时候能醒一醒 就这味儿 哈喽大家好 阿倩又来了 默默无语两眼泪 耳边响起拖铃声 背景离乡去打工 阿倩就问了老板我不去行不行 老板说了肯定不行 明天早上出发了 明天早上出发辽宁营口 然后呢咱们期待一下子 那个营口的视频 今天的视频呢我买了一条 五斤重的大鲤鱼 但是今天在我小舅家炖的 我们俩喝点 然后再聊聊天 跟着视频走一走 几个菜今天 好几个饭呀没熟 没熟啊大鱼炖好了 好了 我看看大鱼炖的也怎么样 这大鱼炖的颜色可以 这是我的最爱 臭不要脸 东北的婆婆丁小葱 这倒是自然鸡心的 瞅着还可以啊 厨艺有长进 酸菜炒粉热乎乎 简简单单几个菜啊 人家说了嘛 大餐吃不起 咱吃点小餐吧 来口鱼肠吧 这老鱼肠才是我的最爱的 我跟你说 就得一点少 这大鱼肉啊 十二天最喜欢的 看这鱼肉 哎呀 这老三道林 我跟你说的 嘎嘎力 蘸上一口 汤根 串 这大鱼炖的 一点都不行 肉质特别的香 二天这次是真下狠心了啊 一定要坚持到底 就是胜利啊 干好本职工作 绝对不能丢脸 是不是 怎么说呢 哪有不吃苦的 是不是 给谁打工 你都得吃苦 对不对 二天中规中矩 还是那句话啊 天上没有掉下饼的 得付出 得努力 然后呢 才能 有一片彩虹 好了朋友们啊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还是一样 喜欢我的 你点关注 不喜欢的 可以划过啊